比如说这个 这个说以致集合P呢是XX平方小于等于E 那么集合M呢是一个单点的集合对吧 等于A 那么P并M等于P 那么要求A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那么首先这个P集合呢可以解除X小于等于E大远复E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P并M等于P会等于什么 P并M等于P可以推出结论是M包含于P 这个也OK 对吧 P并M等于P可以得出M包含于P 这个也完全OK 好 那么怎么求A的范围啊 M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点集合 如果它要包含于P的话 就意味着A的值应该是在负1到1之间 对吧 比如说如果A等于2就不会满足的条件 对吧 A如果等于负3呢 也不会满足的条件 A等于0啊 A等于1啊 A等于0.5啊 A等于负4 负0.7啊 或者A等于负2分更好啊 这样一些数呢 它都是在我们的负1到1之间的 都会怎么满足这个M包含于P这个条件 所以呢 如果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A的取得方式是什么 A的取得方式应该就是什么 答案选C 对吧 负1到1里面的所有数都会怎么满足条件 OK 那么这一步翻译是不是很重要 好的 来我们往下面看 这个 这个呢可能就稍微的怎么 更加的复杂一点 A集合是X 然后X平方减X减6小于0 B集合是XX减1大于0 那么当A为合值时 这个A是包含于B的 然后A交B等于空极 那么ABB呢 等于XX大于少 来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可以把A集合算出来 对吧 这个不等式求解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猜到问题吧 X平方减X减6小于0 然后呢 A是分解下回是X减3 乘以X加呢 小于0 对吧 所以呢 X小于3 或者大于4 好 这个不等式呢 是X大于A 对吧 那么求解这种问题 大家注意啊 求解这种问题 最好用的方法是什么 A应该有同时想到的 最好用的方法就是 画数轴 画数轴 你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看出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 以及你根据这个题目条件 给的关系呢 确定这个参数取得范围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 4R在这 然后3在这 就是这样的 这个A集合是确定的位置在这 对吧 B集合呢 我们来根据1 2 3的条件来求 这是第一个 如果说A包含于B A如果包含于B的话 那么这个X大于A呢 在这个数轴上体验是这样的 这是A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把这个A放到哪 你需要把这个A放到这个 负R的左边去 比如说 如果A在这 那么 A是包含于B的 如果说A在这 你会发现怎么 A如果在这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一部分是包含进去的 但是呢 这一部分并没有包含进去 所以呢 不行 对吧 所以就A怎么样呢 要在负R的左边 对吧 这是我们首先的判断 A一定要在负R的左边 但是这种题目 很多情况下 我们需要注意细节 什么细节 就是 当你得到A小于负R以后 你要稍微的想一想 这个我们负R能不能取等号 这个很重要 负R能不能取等号呢 那么这种细节 怎么去求解呢 其实非常简单 既然你只想判断 负R能不能取等号 那么你就不妨怎么往里面带 对吧 比如说 A等于负R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A等于负R时候 就是它会在这里重合 所以 它会在这方重合 由于都是空心 注意啊 由于都是空心 所以这方A等于负R是可以的 对吧 你这地方也是空心 如果说你这方是实心 注意啊 如果它这地方是实心 那么就会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 如果你是实心 我这边是空心 对吧 那么好了 负R不会在B当中 对吧 你这边取A等于负R呢 这个负R本身 不会在B当中 所以呢 就不能取等号 但是由于这边是什么 是空心 那么这个等号呢 是可以取的 对吧 所以就是A 小二等于负R OK 第二个 如果A交B A等于空极 怎么办 A交B等于空极 我们同样也可以 也可以去画一个数轴 对吧 这是负R 然后这是三 那么在这 好 B呢 是X大于A 对吧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摆放 那么把A放在哪呢 A如果放在这 可以吗 显然不行 交完以后呢 是这一部分 不是空极 对吧 如果A放在这呢 也不行 交完以后是这一部分 就只有把A放到三的右边去 你看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两者之间呢 没有交集 对吧 就只有你把这个A放到三的右边去呢 你才会得到什么 才会得到这个地方是相较为空极 所以呢 A 大于三 对吧 好 那么你得到A大于三以后 这个三能不能取呢 这又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细节 三能不能取 怎么判断 OK 三能不能取 判断方法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把A等于三 往里面带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说A等于三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会和它怎么 重合 对吧 会和它重合 但是由于都是一个A 怎么 没有等号 所以呢 都是空心 都是空心的话 负二到三和三到重重大 会有交集吗 没有 对吧 三那个地方大家都取不到 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 A大于三 也可以怎么 等于三 对吧 好 来第三个 第三个说A并B呢 等于X呢 然后X大于4 要求这个A的指示多少 来我们来看 负二到三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B呢 是A到重重大 那么怎么放 它使得我们A并B以后呢 等于负二的重重 也就是说 并级计算结果呢 是从这条边出发 注意啊 就是这个并级计算的结果 这个区间呢 是从这个负二出发 对吧 往右 所以你这个A显然不能放到左边去 有没有问题 如果放到左边去的话 那么这个并级将会从这个A出发 所以呢 负二一定要放到 A子们 一定要放到负二的右边 对吧 好 放到右边的话 那么能不能放到三的右边去呢 对吧 因为你是一个地方 你放到这可以 算它的右边 但是如果你放到这呢 也算负二的右边 那么这个如果放到这 可不可能 就是你把这个A呢 放到三的右边 你会发现 它和它取并级 这一部分跑哪去了 有没有 没有 这一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你这一方取完并级以后 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区间 对吧 所以呢 这个A 不但要放在负二的右边 还要放到三的左边 对吧 就是小于三 也就是A呢 A 要放到这 对吧 这样呢 才可以 好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 就是我们这个等号 能不能取到 Z 这是我们在做 集合运算 这一块小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怎么 去不断的关注 对吧 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犯错 就这个等号 能不能取到呢 如果A等于负二 什么情况 如果A等于负二的话 这个和这个重合 那么取完交集 你会发现 它可以取到什么 负二的重合 对不对 所以负二是可以取等号的 那么三 能不能取等号 三如果取等号的话 这个和这个重合 对不对 就虽然说 你看上去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听说啊 虽然看上去 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 由于两个集合 都是在三取一个开区间 我们都取不到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A 放到三这地方来 你会发现 诶 取并级会怎么样 取并级会把这个三给 漏掉 对吧 就是三呢 取不到 OK 所以这地方怎么 A怎么 就不能取三 所以第三个答案呢 是A小于三 大于等于 负二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一块一方面 竖轴啊 非常有用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 很多的细节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转换计算呢 就不是一个什么 区间的啊 是我们这样一些数 那以至X呢 是X平方加 XX平方加PX 加Q等于0 然后A呢 是13579 B呢 是1470 然后X的交A等于空级 然后X的交B呢 等于X 求PQ的值是多少 怎么做 X的交A等于空级 X的交B等于X 怎么求PQ值 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地方利用什么 利用这两个运算结果 就你需要利用 这两个运算结果呢 得到这个X集合的 元素情况 对啊 A和B是给你的 你需要利用这个 X交A等于空级 X交B等于X 来得到我们这个 X集合的情况 对吧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条件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啊 比如说X交B等于X 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X交B等于X的话 它表达的含义是 我们X当中的元素 都来自于B 或者说 这个X不可能出现 1470以外的数 对吧 比如说如果X出现一个3 它就怎么 它就不可能 对吧 因为它不在我们的B当中 所以如果X当中有元素的话 应该怎么 应该是要满足 这个1470里面选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条件呢 什么意思呢 X交A等于空级 就意味着 X和A是没有共同元素的 不要 X和A是没有共同元素的 那么XA没有共同元素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你这个X的元素呢 不能选13579 然后X又要从C里面选 所以呢 如果X当中有元素 只能怎么样 只能是410里面选 对吧 这样的话 G满足 在B里面选 又满足和A 没有共同的元素 好 那么怎么办啊 就是 如果说X呢 里面是一个4和10 或者X呢 只有一个4 或者X呢 只有一个10 对吧 就是我虽然说X可以从4和10里面选 但是你还是要去怎么 做一个分类讨论 就是X有可能是4和10都有 还有可能是只有一个10 或者只有一个4 那么还有最后一种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 X还有可能是一个空级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提过 就是函数 就是几核元素的故意性呢 是我们常考的一个一错点 对吧 那么几核是否等于空级 又是另外一个可能考察一错点 你就想 如果说X是空级 它满足这个条件 也满足这个条件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要考虑它这种情况 好的 我们分别来算一下 如果说X等于4和10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含义 X描述的是后面这个方程的根的集合 如果你X等于4 410的话 那么意味着 这个方程有两个根 就是我们的4和10 对吧 那么这个方程有两个根的话 要求它的系数怎么求呢 你可以带路去解方程 那么更简单的应该是去 为达定理 对吧 两根之和4加10等于什么 等于负A分之负负P 两根之负等于A分之负 这A分之负Q 所以你会得到这个地方 P等于负14 Q呢 等于44 这是第一种情况 对吧 第二种 如果X等于4呢 那么意味着这个方程有根 并且只有一个根4 或者换一个角度想 它应该是有两个重根4 对吧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用伟达定理 它有两个重根4的话 那么汇责到什么 汇责到4加4等于负P 4乘4呢 等于A分之Q 也就是说什么 P等于负8 Q等于什么 16 是吧 好 如果是只有一个10呢 那么应该是两个重根10 10加10等于负P 10乘于10等于什么 Q 所以呢 P等于负20 Q等于100 是吧 就分别是两个根 然后一个根 一个呢 还要做什么 分类讨论 好 如果是没有根呢 就是我们这方的空极 对吧 你就想 这个集合 如果等于空极 意味着这个方程是无解 方程无解 那么满着什么条件呢 判别是德塔的 小于0 对吧 所以你还会得到一个 关于PQ的这样一个不等式 也就是P方减CC P 就是B方减CC 就是P方减4Q小于0 那么它会是什么 会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对吧 所以这一块的重点 其实会在于就是 先用它 转换出这个X的 A 元素的情况 然后再去做 这一个分类讨论 应该说这套题目 还是颇有难度 就大家可能第一次做呢 可能会有情况 但是我还是希望 大家如果说这个 听完以后 能够考虑这种题目呢 就是考虑的全面一点 好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以至结合A呢 是2X平方 加7X减15小于0 结合B呢 是X平方 加AX加B小于等0 然后他说这个A 加B等于空几 然后A并B呢 是这一个 负5到2 要求AB的值 怎么办 就是这个地方 和刚才第三个 是完全类似 就是我们需要根据 这个给的 集合运算的结果 无论是A交B等于空几 还是ABB等于 负5到2 来得出我们这个地方 B集合它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刚才是得出 这个X集合的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 是得出B集合的情况 那么再根据 得到的B集合的情况 求出这个地方 参数的取得范围 那么A集合非常简单 直接怎么 解方程 对吧 就是2X 然后X呢 5 然后呢 负3 对吧 那么你会得到 这个解极是 X小于2分之3 然后大于什么 大于负5 好 那么A交B等于 负5到2 我们不妨呢 画一个数轴 负5 然后这个是2分之3 然后这个呢 是2 对吧 这是负5到2 这是我们的A集合 好 那么负5到2 负5到2分之3 是A集合 那么负5到2呢 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A并B 这个集合 对吧 好 来我们来看 就是要根据 这个条件 求出B怎么求呢 你就想 A集合是这一部分 然后呢 A并B呢 比它多了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多出的 这一部分 到底是谁啊 对吧 A并B是把这个 A集合和B集合呢 放在一起 那么现在它多出 那一部分 那么显然是和B相关的 对不对 那么它和B相关的话 那么是这一部分 直接就是B 还是说B呢 可能是这样的 你想 如果B是这样的 对吧 它到它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 当然也会得到什么 A并B呢 是这一部分 对吧 但是还有个条件 说A交B等于空击 对吧 A交B等于空击 好 A交B等于空击的话 就意味着 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 对吧 这个不存在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 往这边挪 挪到哪 挪到这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A和B 会在二分之三 这个地方怎么 无缝连接 对吧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B集合 应该是二分之三到二 对啊 B集合是二分之三到二 那么才会满足说 A交B等于空击 然后A并B呢 是负到二 好 B集合是二分之三到二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B中的不等式 解出来的结果就是它 对啊 B中这个不等式 解出来的结果就是二分之三到二 那么好了 那么二分之三和二是什么呢 二分之三和二会是 X平方加AX加B等于零 这个方程的两根 对啊 二分之三和R会是 X平方加AX加B等于零 这个方程的两根 OK 那么这样的话就怎么做 贵答定理 对吧 两根之合 R分之三加2 等于 负A分之B就是负A 两根之基呢 R分之三乘以R 等于A分之C 也就是B 那么所以会得到这个A 是负R分之七 B呢 是我们的三 对吧 OK 所以三和四这个题目 应该说还是颇有难度 我们需要拿这个运算结果 无论是它和它 还是什么 它和它得到这个A X还有这个B 两个集合它之间的 它里面什么 它里面的 这个元素的情况